人类感受苦味的味蕾在舌根部 虽然藏得够深 却异常敏感 中国人善于吃苦 是因为苦味的背后 蕴含着更加丰富的味觉感受 这种味道不止在食材 还存在于各种各样的调味品 比如陈皮 从曾祖父那一代起 陈柏忠一家叫做陈皮生意 在新会 像他这样靠陈皮谋生的人家很多 不能离开陈皮 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一条根 它不单单是一种我们的谋生工具 十月的果园 茶枝干由轻转黄 气味芬芳 味道甘醇的新会陈皮 就出自这些饱满的果实 刚刚采摘下来的茶枝干 只取新鲜的果皮 果肉则弃之不用 选择一个晴朗干燥的天气 人们把果皮翻出橘白 我们从新皮到五年之内的皮 我们每一年基本上都要晒一次 等它那水分 糖分 油分 基本上非发去了 心急比较稳定了 我们就不用晒了 储存年份的长短 决定了陈皮的等级和价值 时间越久越昂贵 中国人喜爱陈皮 苦中回甘的芳香 这一点有点像绿茶 只有中国人 才能体会出其中的奥妙 陈皮首先是一位古老的中药 但这并不妨碍厨师们 用它来做菜 煲汤 甚至做成甜点 在南中国 陈皮甚至能决定一家餐馆的兴衰 澳门 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城市 把鸭子腌制十小时后 过油略炸 炸好的鸭子需要进一步调味 陈皮决定了这道菜的独特风味 盘子里加适量的水 回锅蒸两小时 经过长时间的高温 陈皮已经不见踪影 但它的香气却完全渗入鸭肉的每一个细胞 酥烂绵软的口感 浓郁甘香的味道 全都归功于陈皮 阿伦的记忆里 父母始终只是店里日夜忙碌的身影 童年给他留下的 是辛苦的回味 他永远都走生活了 没有钱去抢个服务员 我叫做服务员 我八岁了 我们要帮我爸爸妈妈煮好这个店的东西 搞不了这个明天就没东西卖了 研究后才能做这个作业 孔雁的孩子就当家就是这样 陈皮飘香里 时光仿佛过得很快 如今阿伦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在他看来 五十年的生活经历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 最准确的 莫过于苦尽甘来 辛苦当然也会累的 但是另外有一份稳住感觉 对我的工作 对我的表现有一个应同的感觉 这是最开心的 苦尽甘来 是中国人在味觉上对苦的辩证 更是在逆境中习惯坚持的信念 他们相信最完满的人生总是五味杂陈的 然而不管是甜蜜 还是苦涩 能够调和这一切的 就是咸 咸的味觉来自盐 它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物质 以钠离子和绿离子的形式 维持着体内水量的恒定 以激发并且平衡着 每道菜肴里的各种味道 在中国菜里 盐更重的使命 是调出食物本身固有的味道 改善某种基礼的质地 在中国的烹饪瓷典里 盐是百味之首 不下雨的日子里 阿刘每天都要在盐田里忙碌 盐水把它搞均匀一点 今天那时候比较平均一点 接近太慢了 阿刘的家在越东海边 村民世代以晒盐为生 至今沿用着古老的制盐方法 用海水晒盐的盐田法 可以追溯到四百多年前的古代中国 而中国人发明海水主盐 则早在五千多年之前 阿刘的盐田一共有十七块 这里离大海 只有一公里之遥 四岁的刘涛涛 每天最开心的事 就是跟随父亲来盐田 晒盐的海水 储存在这个水井里 井下有岸渠通向大海 海水晒盐 依赖阳光和流动的空气 水分逐渐蒸发 盐度饱和 食盐开始结晶 这一切平静而自然 阿刘生产的是 味精加工的大力盐 这是越东沿海人家 厨房调味罐里的必备 它很晶莹的 很透明 这种盐就 天然的盐 这种就比较好 叶叔是越东的客家人 它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 焗是广东方言 有烤的意思 这种烹调方法 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就是说这个盐 炒到它那个水蒸汽 基本上没有 包好沙纸的鸡 埋在炒热的海盐中 慢慢焗熟 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 能充分吸收鸡肉 散发出来的水分 现在盐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这是温度与盐 共同作用的结果 吃盐焗鸡 分手撕和切块两种 叶叔认为 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 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只削一把海盐 就能使鸡肉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 同时也能把隐藏在鸡肉深处的浓郁纤维 激发到极致 盐焗鸡的美味归功于客家人 这个特殊的族群 以及他们特殊的历史 上述千年 因战乱和饥荒 客家人的祖先从中原腹地出发 开始陆续大规模南迁 最终定居在南方山区的那一只 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 能帮他们保存和铸藏食物的 只有盐 这种高度依赖于盐的饮食习惯 也成为他们的味觉基因 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并变换出无尽的美味